好,我们看一下8.2的内容 8.2第一个,我们会学Base Theorem Base Theorem其实都是用一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不过主要是做一件事,就是想看一下 发生了的事件可以归因于什么原因而发生 举个例,现在这个人David,他是会迟到的 其实他可能是因为踏MTR,然后迟到 或者是踏Buzz,然后迟到 我们想知道这个Probability,譬如就是迟到 就是given that,他是迟到 那他可以Buzz是多少 以及想知道,或者可能是这样的 知道他是迟到,他本身是踏MTR 这个原因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这个是Base Theorem,我们想研究一些发生了的事件 归因于什么原因 简单来说,他会迟到,这个Probability 我们就是定义为这个 PQL 这个其实是说有两个因素去发生的 所以就是MTR and Late,和Buzz and Late 这是一个Union 当然,你会知道它是Mutually Exclusive 因为本身如果正常一条式,是需要减减 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两个是Mutually Exclusive 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两个是Mutually Exclusive 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两个是Mutually Exclusive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写它出来的了 然后呢,每一个事件,即是说 Probability of MTR and Late 其实就是首先,它要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它是选了MTR这个Probbit 然后成了一个Probability 就是它首先知道它是MTR 然后是Late的机会率 那这两个是相成 亦都同样道理 如果Probability of Bust and Late 那我们都会拆开它 然后呢,就等于0.375 就是Probability of Late的机会率 那我们其实就会分成有两个数 那然后呢,Probability of Late 就是0.375 那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 那首先,我们这里 文字上都解释了啦 其实它可以Can be Attributed 即是,归因于是打MTR 或者Buzz的 那我们呢,尝试在这里做一个过程 我想找一件事 就是, given that它Late的时候 其实它搭Buzz的机会率是多少 OK? 想归因于是Buzz的原因 而导致它Late 那这个做法呢,大家都很清楚啦 其实做的事情就是呢 下面就会放一个Probability of Late 然后上面呢 就是这个Probability of B and L 那这个就是说的 Intersection L 然后呢,Probability of Late 就是0.375 而刚才计了出来就是这个 上面的份子呢 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 Probability of B and L 然后乘回 Probability of given that B and L 所以呢,就是0.75 乘0.4 然后乘0.75 乘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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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0.8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是说呢 如果它迟到的话呢 那有大概80% 就是代表它搭巴士 所以导致它迟到的 好,接着我们看25页啦 那我们就会有A的Event 和B的Event 那在这里要留意的 那它发生了A的Event 之后呢,然后才发生B的Event 那也都呢 有一个叫做Law of Total Probability 那就是说呢 这个B的Event 呢 我们可以归因于 有很多不同可能的A1 A2 A3 如此类都去到An 然后呢 导致B发生的 那就是可以A1 和B的intersection A N 和B的intersection 那它这里呢 有一个要求的 就是呢 这些A呢 就是一些exclusiveEvent 那就是说呢 它们不可以同时去进行的 就是举个例子 我当一个真的好 假设了一些事情 就是一个人 他去 去上学 那它只是搭一种交通工具 举个例子 他只是搭一种交通工具 那它可以是搭巴士 A1是搭巴士 A2是搭MTR A3是搭的士 A4是搭小巴 A5是行路 如此类推 A6是踩单车 那它Late就是 B呢 就是代表它迟到 那它可以是因为搭不同的交通工具 令它迟到 那然后呢 我们就想把它迟到这个可能性 呢 就会将它不同交通工具 和迟到这件事情 加起来呢 就等于这个可能性 B的 那当然啦 每一个呢 的intersection 比如A1 intersection B呢 其实就是说 发生了A1 C的机会率 然后成为A1 的情况下 出现B的机会率 Given A1 发生B的机会率 那就成为在一起 那如此类推 那N 就是可以很多类 那然后 我们就可以找到 这个pobility of b了 那这个就是 law of total probability 的情况 那其实它这个做法呢 是想解释些什么呢 那就是说 如果我有这个情况 我想知道了 啊 已经知道它是发生了B 已经是迟到了 我想找回它 譬如A2 这个pobb 那怎么去算呢 那这个pobb呢 其实就是 这个分母上面呢 都仍然是 就是pobility of b 那分子呢 就是说 它本身这件事 要A2 要发生了先 然后再乘回 A2 发生的情况下 那个b的pobility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情况 那这个句子 左边这个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 我想 b发生了 我想归因于 A2的机会率 是多少呢 那就是 它本身发生 b的时候 其实它可能是 A1 导致它B A2导致它B A3导致它B 但我纯粹想知道 它是A2导致它B 佔全部的 是佔百分之幾 那所以 那做法就是这样 那其实 law of total probability 就是純粹 它将你的分母 就变成不同的数 因为有时可能 probability of B 不是那么直接找到 我们要拆开它 就是那些 PA1 成为 probability of A1 发生了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of B 然后如此类 推加那些东西 那可能逐个逐个 我们会找到 最好我们用一条 数学 数学 去看看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它就说 有4 position lines A1 A2 A3 A4 然后 就会做一些 orange juice 然后 就是说 这个就是 exhaulsive event 即是它已经包含了 所有东西 和Mutually Exclusive 那件物品 就不会经A1 然后再经A2 再经A3 不是的 是它分开的position line 那这4个数 当然加上就是100% 也都同一时间 我们如果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想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同时发生的 这件事 这样呢 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就不会的 那因为呢 它就是Mutually Exclusive Event Mutually Exclusive 即是 不能够同一时间发生 Exhaulsive event 即是说 全部这些Event 加上的机会率是1 那就搞清楚 这2个概念 好了 然后它就说 原来呢 有些情况就是它分回四类的 那大家呢 做的时候要小心 这个是跟A1 A2 A3 A4 那你发觉呢 就是它说 不同的情况下呢 它们都会出现一个问题的 那现在它就问你了 如果我发现呢 如果我发现呢 我那个Bottle呢 是 即是出现问题啦 那那个Probability 是怎样计算呢 那这个呢 就不是去到很复杂的情况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容易点看的话 那我将B 就是 那就是 那那个Bottle 就是 It is not properly It is not properly covered 那这样 其實這個情況是可以有A1,然後發生B,A2,然後發生B,這樣去處理 所以我們需要找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幾樣東西發生 就是A1,然後和B同時發生,然後A2,然後B發生,然後A3,然後B發生,然後A4,然後和B發生 四條Protation Line都有機會出現B這個情況 如果計算的話,這個就是BA1,然後這個就先知道A1發生,然後出現B,這個Protation Line 然後這堆東西都是只要加的,A2發生的機會率,然後A2出現的時候B的Protation Line 然後A3發生的機會率,乘以A3發生,GivenA3,然後B的Protation Line 這裡就全部四個加起來,我純粹寫一次,大家可以比較深刻 好啦,其實做法非常簡單,A1就是0.35,然後乘以A3發生機會率,就是0.01 然後是0.20,0.2,然後乘以A2發生問題,就是0.03,然後加上A3,A3是0.24,所以乘以A0.025,然後加上0.21,然後乘以A0.02 所以計算出來的數就是 按完計算機,0.0197,即1.97%,也非常合理 但這裡還沒有做基礎系統的,因為我們沒有說這件事發生了,歸因於什麼原因 如果你說,真的想試一下做,通常他的問法就是這樣 以知,其實它是一個,即是,not properly covered with a lead 我舉個例子,我想知道是由A1這個Protation Line發生的話,機會率是多少呢? 這個就是我想歸因於,出完B了,我想歸因於A1這件事,影響到導致B這個情況 所以我要做的事就是,份子就會是第一個算項,即是A1和B發生的情況 所以這個數就是0.35乘0.01,然後除你本身計算出來的答案 其實4個加起來就是100%等於A1,所以這個就是小於A1的數值 答案就是,我們取4個小數點的4個位,0.1777 好,那這種情況呢,其實我們就在做一個Base Freedom 即是我們想純粹知道這件事發生了,我想歸因於什麼原因呢? 我們就會用這個情況去做 好,那去到第26頁,它說Base Freedom 其實它就是想看一件事,就是說,Some people may be interested in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其實呢,Given that he's late,已經知道他遲到了,已經他本身的原因是什麼 OK,那這個就是我們會想做的事 那剛才的例子就是,如果他本身late,我想知道他是因為MTR而late的話呢 那個機會率是多少,那我們要做的事就是把MTR而late的機會率,即是MTR而late的機會率 MTR而late的機會率,加回分母上面,加回分母上,加回分母和分母的機會率 因為這樣那個分母才是總共而late的機會率 那就是說,如果他遲到的話,其實我們會猜到它應該是有20%是因為踏MTR而出現 OK,那這個就是Base Freedom想做的事情 所以呢,其實它整個做法就是這樣 B是後面的事件來的 然後想基因於AI的原因,導致它已經知道B發生了 那原因是AI的話,那機會是怎樣計算呢?就是這樣去計算 譬如說,它B整塊餅,我只想知道這個深色的餅,佔這個橢圓的餅是多少 那這個就是我們用Base Freedom想做的事情 好,我們來看看第28頁這個classwork 這樣才算吧 那它就想說,就是有3個GIF Wrappers 有3個人幫忙包包禮物 然後呢,它就說,當中誰是有多少%? Bobby有多少%? Remaining就是Cherry去做的 分不分清楚,它也很好的ABC 那Remaining這個人呢? 其實就是說,它是佔了20% 這個都自己抹下 但問題就是,它們自己當中會有一個問題發生的 就是,它失敗去取代價值 那麼,它失敗去取代價值 那麼,每個人的%都不同的 那我們就大概理解得到 然後呢,我們就逐步逐步做 Part A 它就說,總共有多少%? 就是,沒有取代價值 那麼,我們也是那句 我們呢,就let,可能let,fail 那我們let f,就是那個event 別的event 就是這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是,data,fail to remove to remove the price tag 好啦,那當然啦 你知道,其實你可以畫一個tree diagram 不明白的 那就是說,本身有A,然後就是發生F 那,然後你可以畫一個bobby,然後發生F 那,就是它可以是fail,或者沒有fail到的 那,這個你自己 pick回,即是說,它的pick下去也可以 那,這個就自己會留意 好啦,那我勒了之後呢 你也可能知道A,B,A,B等等 大致上知道怎樣去做 B,Bobby 說笑話可以的 你用A,B,C 否則你可以用A,B,C,A,B,C 我們在A,A做的東西 純粹找Probability of Fail Probability of Fail有三个人导致他失败 第一个就是A and F A Intersection F 就是Amy 然后就是Bobby Intersection F Fail 另外也是Probability of Cherry 然后就是和F发生 第一个就是A and F 就是Probability of A 乘回Probability of E之A 然后就是F 记住是这样写的 你不会倒转写Probability of F 然后就Probability of F 就是已经知道F 然后A 因为那些数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会这样去处理 另外那个数也是 首先知道是Bobby 然后Bobby会令到他失败的Probability 然后再加上第三个人 就是Probability of Cherry 然后成了Probability of Cherry 发生了然后失败的Probability 所以第一个就是 看起来的数字 0.45 然后第一个人 除了0.02 第二个人就是Bobby 就是0.35 除了0.03 剩下的就是0.02 然后除了0.06 那就是用计数机了 那就是用计数是3.15% 那也非常合理的 好 然后我们尝试做B1 好吗 B1它就说什么呢 如果是Has not been removed 即是失败的情况 那就是说是归因于Bobby 那就是说B1我想做的东西就是 以知它是失败的 然后是Bobby导致失败的 这个是Probability 那这个做法呢 首先 份母就是Probability of Fail 然后份子就是純粹Bobby的部分 所以就是Probability of Bobby 所以就是Probability of Bobby 所以就是Probability of Bobby 即是以知是Bobby 然后飞到Bobby 所以这个数是归因于它的话 份子就只拿了这一部分 0.35乘0.03 然后份母就是0.0315 那这个呢 你用计数机吧 也都是不非常之简单的 那你只要按出来 那你知道就是三文一来的 OK 三文一来的 那它写成四个Decimal Place 所以是0.3333 好 接着我们就看B2了 B2看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 它就说已经知道它是remove了 所以我们看清楚 那已经remove了 就remove了 然后归因于Amy或者Bobby 这样的机会是多少呢 好了 那我们首先知道呢 就是remove的probability 是多少呢 那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呢 就是说 probability of 这个呢 就是not fail not fail的话 要是fail 要是not fail 所以一选择这个数 0.0315 所以这个数就是0.9685 好 然后呢 我就想做一件事的 我就归因于 就是它不是cherry 不是cherry的probability 如果我想做这个不是cherry的probability 那就是说呢 已经知道它是没有问题的 ok has beenremove的 然后我想知道呢 就是不是cherry的probability 那其实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题目要求的东西 这个做法呢 那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呢 其实不是cherry的probability 就是我一减回这件事的 ok ok 因为已经知道它has beenremove 要不就是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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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减 就是cherry的数值 好 那这个数点 首先 首先呢 分母就是probability of has beenremove 那就是f' 然后呢 分子那里呢 就是首先知道是cherry做的 然后呢 就是probability of cherry做 然后就是 没有问题 has beenremove 没有fail度 那样东西了 所以这里呢 这个做法呢 就是一减 然后上面的分子 首先呢 就是cherry做的话 是0.2 然后它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0.94 然后呢 份母就是0.9685 那你按回计算机吧 那这个数呢 就是0.80588多 所以呢 这里就是0.8059 那就是correct to four decimal places 那当然啦 这个b2我写的方法呢 其实是少少alternative method来的 那就是你正常去做呢 你可以尝试去想 那就是呢 它本身就是知道呢 就是has been moved 然后呢 归因于Amy 然后呢 就是它可以probability of 我这个数 or 就是用这个 就是union 那然后呢 就是这个 就是如果是很typical 你的做法呢 应该这样处理的 但是你知道呢 其实那个or呢 就是没有问题的 你分开两个数 那因为呢 就是本身呢 就是说呢 就是说呢 我们去那个情况呢 就是 因为不会有共同发生 就是你呢 不是同时Amy 和Bobby做的 好 那就是你这个都不用这样写了 就是总之这个propriet 然后就加上呢 就是propriet of 歸因于这个Bobby的情况 那你就可以继续下去了 那这个都是另一个方法做b2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第29页 classwork 8.9 那当然啦 题目要分得很仔细啦 那它就首先呢 就是说呢 有不同的brand的potato chips 那然后3比2比3比2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30% 20% 30% 20% 那当中 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 那在当中呢 它们就分别有那么多percent呢 就是会 less than 50g 那然后它就说呢 我randomly找到一个 是less than 50g 的 那我想知道呢 就是其实它本身是brandA的 的机会率是多少 那所以呢 其实就是我们也是 就是当 let的数 那我们let的就是说 它是 就是less than 那个的 number 那我们就当 let w la be the events for for 它就是a pack of potato chips a pack of potato chips 那就是会 就是会 就是它会 less than less than less than weight less than 那个的 50g 那OK 那然后ABCD 那我想归因于A 所以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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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份帽子就是把那些东西成出来 分子第一个数是A0.3 A出现问题是0.5 那份帽子就是A这件事导致W发生 要加上B这件事导致W发生 就是0.3,30% 那份帽子就是C,20%会出现问题 那份帽子就是0.2 那份帽子就是D 那份帽子就是10%会出现问题 那份帽子就是0.1 那份帽子就是按计数机 你会找到答案是0.51724 那份帽子就是4个小数点 4.0.5172 那份帽子就是A 那份帽子就是A 那份帽子就是B或者D 那份帽子就是B 那份帽子就是这个 首先就是这个 是这个 and then就是Union 因为O 那就是这个 但是简单来说 你都知道 其实就是说 因为这两个 都是那句了 它不可能同事发生 又是B又是D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这两个组织加起来就可以了 这两个组织加起来的话 我们就找回分子 把0.2乘0.3 这个就是BW的数值 我希望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那个数就是0.2乘0.1 刚才的分母其实是一样的 你可以写回刚才的数 如果你说真的忘记了 那就写回这里 其实你最好的计数机 你也保留在记录 你知道分母是多少 然后就是这个数 按下计数机的答案就可以找到了 按完计数机就是0.2758多 4个Decimal places 0.2759的这个组织 这个就是归因于B或D 所以这个做法就可以这样去处理 好 最后我们看完第三十页的Stage Assessment 第一题 它就说75%的人是有病毒的 然后Test for the disease 我们可以做得到 但是它就说有95% 就是说如果它本身有病毒 95%就会有 positive result 但是如果它是without the disease 那你要分清一下 without the disease 但是都会有0.01这个机会 即1个percent 会有 positive result 然后就问你 就是说它如果是positive的话 那机会率是多少 不知道它有没有病先的 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 就是你has the disease 我们叫d 那without the disease 就是d prime 当然你要let one event 然后positive 那可能你let p 那所以第一题 你就add be the event of having the disease 那然后呢 就and 接着就是那个p 我们用positive 那便be the event of having a positive result 那其实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找就是它是positive的 那这就是positive 那这个数呢 其实就会是可以是说 它本身是有 disease ok 和它本身是没有 disease的 这两个数呢 加起来 那第一个数呢 就是它已有 disease 然后就是已知它有 disease 然后出现positive的positive 那两个数成了 然后加回它没有 disease的 没有 disease之下 查到positive的positive 成了去的 那所以第一个数呢 0.9 0.75的人是有病 所以0.75 然后这个会 在有 disease的情况下positive 就是0.95 然后没有病的人0.25 ok 只剩4给1人 那这个也会有机会发生 就是positive result 所以0.01 那你按计算机 那这个数就直接计到了 0.75 那这个第一题 没有问到base variable 不过你知道 它要计算总数 如何计算 好 第二题 那它就说 有一些cheese abc in free host 然后它就说 就是 in host abc to be mode 就是有mode 就是一些propriet 分别地有这个情况 然后呢 它就说 independent of the others 就是其他有的时候 不影响它的 就是这个要标明 然后它就说 就是它的老鼠 会去不同的hole 的机会 分别0.2 0.3 0.5 那它就一定是去到hole 所以三个数加上是1 好了 然后part a 它就说 它就说 in the one of the holes 跟着它就说 如果它辟了一个 是mode cheese的话 归因于它去到b 然后得到mode OK 那这个机会率是多少 那我们也是 首先把这些事件 我当成是mode 就是mode be the event of 就是beingmode 就是beingmode mode mode 就是cheese beingmode 其实可以是a&m b&m c&m 这样的 那part a的问题 就是说 已经知道它是mode cheese OK 所以呢 其实就是想问一件事 就是说 已经知道是mode 然后它的原因 是去到b 这里 我们想问这件事 那 其实就是 用回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那我们知道 就是given condition 就是m 然后上面 就是b&m 基本是这样去处理 好了 好了 但是其实数据是要计的 分子的 b&m 首先就是 probability 选择b 然后 成为b的情况下 mode d 的情况 然后 分母就是 选择a 成为a 在a的情况下mode d 然后 就是b 然后 就是 b的情况下mode b 就是b c 然后 mode b 上面 分子 就是0.3 然后 分子 就是0.1 然后 分母 首先 0.2 乘 0.05 OK 然后 加 0.3 乘0.1 然后 最后 就是0.5 选择c 而c 发生的机会是0.22 按 计算机 数据就是0.2 OK 好了 接着呢 就是 部分b 部分b 它就说 goes into one of the holes 接着就 pick two pieces of cheese randomly 现在 exactly one of them 是mode d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most get into b 好了 那就是问了什么呢 好重要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 我们在这边做先 好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说 exactly one of them OK exactly one of them ismode 那么我们呢 就要分开 A b 和c 他们会exactly one of them ismode 的情况 那我们呢 做一件事 我们譬如 let e be the event 那就是of having exactly C 1 1 Moldy 它會只有一個 即是兩個當中是一個 In two pieces 這個情況我們要做一件事 我們要找回A的情況下會出現E 我想計算一件事 就是Properity of A的情況下出現E 這個Properity 這個Properity是多少呢? 首先 如果A是一個芝士的話 它會是0.05 如果兩個當中是一個 即是一個是一個不是 然後你做的事就是 類似Binomial 即是NCR 就是2C1 然後一個是0.05 然後就是0.95 這樣 先計算這個數 這個計算出來 就是 會計算到0.095 OK 然後我們就找B的情況 Exactly一個 兩個當中 Exactly一個是Moldy 就是兩個當中一個 然後Properity就是0.1 然後乘回0.9 OK 這個也很容易計算 這是0.18 然後是C的原因 然後E 即是兩個當中一個Moldy 這樣就是0.22 然後乘回0.78 這樣就乘回2 這個數字就會麻煩一點 這樣就是0.3432 好了 找了這些東西 其實作用在哪裡呢? 那就是我要分辨回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以知它 OK 以知它是E 然後找回歸因於B 這個Properity 那麼 以知E的話 所以分母就是Properity of E 然後呢 分子當中就是Properity of B and E 那這個就是Conditional probability 那分子很簡單的 首先是Properity of B 就是B的機會率是0.3 然後呢 乘回0.18 就是Properity of B 然後E的機會率 然後分母那裡 那就是A A的機會率是0.2 0.095 那當然啦 其中一個一定是分子的那個數 來的 那加下去吧 那C的機會率是0.5 乘0.3432 那當然按計數機 按了一份母線 然後再按分子的那個數 那按計數機 你會出到0.22076幾 那所以呢 答案就是0.2208 Correct to four decimal places 那就做完了 那你呢 就可以做回這裏的功課 那是Exercise 8b 那就是3的配數題目 去到第27題的 那這個8.2就完成的了